毛主席为什么会因为陈希莲没有野心 就把叶帅撤掉把军权交给陈希莲呢 就像是毛主席说的 陈希莲从小参加革命 会打仗 带过兵团 带过炮兵 难道仅仅是因为如此吗 毛主席为何将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他 邓公为何如此坚定地支持他 为什么在陈希莲完成使命后 又主动请辞让位给邓小平同志 这其中存在多少令人动容的革命故事 在1971年林帅坠机之后 叶帅拒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部队工作 而且叶帅做得也很好 对稳定当时的军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还指挥了西沙四位反击战 收复了被侵占的岛屿 1976年 此时的中国正在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 而动荡的余波还未停止 周总理此时因病重无法理事 毛主席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在最后的岁月做出了一些调整 决定将叶帅的军权尽数交给陈希莲 这个命令一出立刻引得流言四起 很多人都认为是陈希莲夺了叶帅的兵权 毕竟此时跟陈希莲同样职位的有不少人 比他职位高的也有几个 这件事情传开之后 邓公直言他没有野心 其实选中陈希莲这件事 并非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 也是经过中央共同商讨决定的 邓公需要打理中央上下 根本抽不开身 叶帅的身体又欠佳工作繁忙 也难以继续把持军权 在这种情况下 毛主席只能考虑让其他人接手 按照主席的意思 三军指挥权之所以交给陈希莲 是因为他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又是军委常委 其实毛主席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如今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是毛主席高瞻援主的安排 而陈希莲同志主动请辞 也是为了党和国家按照布局做出的决定 陈希莲1915年出生于湖北洪安 父母都是农民 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三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里面 十分困难 八岁那年他被送到地主家放牛 免不了经常遭受毒打 他放牛时突然肚痛男人只能在地上打滚 这一幕被地主的儿子看到 以为他在偷懒 于是拿起棍子就是一顿毒打 他从小就受到了地主的压迫和欺凌 心中的反抗意图越来越强烈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红军 红军队长看陈希莲小 不想收他做红军 但是陈希莲想要参军的决心 让人惊讶 站台方让陈希莲再等一年 自己肯定会来接他 第二年果然遵守承诺来接陈希莲了 于是14岁的陈希莲就加入红军 与自己的母亲一别20年 于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 对军队有着无限的热爱 对革命也是无限的忠诚 打仗更是勇往直前 陈希莲曾数次立下大功 但都表现得十分谦让 出入红军队伍陈希莲变锋芒毕露 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敢 他一路晋升 1933年陈希莲不过18岁而已 但已经是第三十团一营政委 在我军内部颇有名气 势不可多得的少年天才 当时蒋介石动用了6000兵力 打算对川闪苏革命区进行围攻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战术经验丰富 利用夜色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 不到1000人的红军士兵 便打了6000人的国民党精锐 陈希莲立下如此重要的功劳 军队高层决定破格提拔他为团政委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陆军 八陆军第129师 第385履第769团 接到了袭击日军后方的命令 陈希莲决定夜袭阳明保 趁着夜色陈希莲带队偷袭了日军 在与日军击战时 他的右肩被一颗子弹打中 顿时鲜血直流警卫员都看不下去了 打算用担架将他抬下去 但陈希莲却不以为意 他始终坚持留在战场上 无法开枪便全程指挥作战 在陈希莲的指挥下 成功地击毁了24架日军飞机 歼灭日军100余人 而我军只伤亡了30余人 随后几年内 陈希莲先后任385履副旅长 旅长以及太行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 1940年 陈希莲率部在白晋铁路迫击战中 江南关镇的日军迅速解决 日军的囚龙政策再次受到打击 此后在刘伯承的带领下 陈希莲的指挥水平越来越高 他连续打响了神头领 响唐铺等战役 他还参加了百团大战 立下了赫赫战功 成为了八路军中独当一面的战将 1943年到延安后 陈希莲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正是在这里幼年辍学 没能接受教育的他 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为人民服务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的精神 在他的心里逐渐扎了根 也正是在这里他耳濡目染 学到了不少高超的战争艺术 1945年6月抗战取得胜利 陈希莲成为禁忌鲁裕军区 三纵司令员 随后跟随刘邓大军 挺进大别山强渡淮河 仅半个月就解放了九座县城 1947年蒋介石为了对付刘邓大军 调集了20万重兵前来围剿 邓公同志考虑认为 大别山由于是山区 如果集结大量军队的话 不利于整体作战 同时主动要求承担内线作战 刘伯成自然是说什么也不赞同 但邓公同志罕见的发了脾气 邓公高度信任陈希莲 是对陈希莲做出的极高包扬和评价 淮海战役是邓公一生的得意之作 也是陈希莲一生最辉煌一战 陈希莲得意指挥三个纵队 陈希莲曾表示 那是总前委书记邓公同志的信任与关怀 作为一个军人独当一面谁不愿意 问题是上级是否会给你这个机会 感谢邓公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虽然邓公同志经历了三起三落 可是陈希莲对待邓公 始终像对待老首长一样 心中满是敬畏何佩福的 之后又参加了玉北战役 1947年4月份的玉北战役中 陈希莲的对手是国民党精锐第二组队 这一纵队弑国民党抗日过程中 难得经常打胜仗的一支 在日本偷袭前夕与关东军作战之时 正是第二纵队配合苏联红军击退关东军 在东北号称40万的兵力 从而推动了日军的全面崩弹 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陈希莲毫不畏惧 甚至有一些激动 将第二纵队以及前来支援的军队歼灭 歼敌3200余人 俘虏2760人 并缴获了大量物资 全歼国民党一个纵队 打败了许多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 最后他甚至活捉了国民党孙铁英 随后陈希莲乘胜追击 亲率各级指挥员抵达速线 全歼速线守军1.2万余人 使徐州刘志集团彻底陷入孤立 中部地区的解放由此进入收尾阶段 陈希莲又参加了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 迂回大西南 邓公变胜在了陈希莲这一年的表现 每次打起仗来他都不顾个人安危 简直就是一门小钢炮 也就是这样陈希莲有了小钢炮的称号 陈希莲也不负这个称号 等全国解放之后 国家的确需要一支炮兵部队 毛主席亲自任命 陈希莲为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并兼任炮兵学院院长 并让他主持制定炮兵发展规划 组织部队改装研究炮兵装备 对于炮兵方面 陈希莲也是一窍不通 他怎么会成为炮兵司令呢 因为陈希莲之前打仗猛 所以他有了小钢炮的外号 他的这个外号 在红军中可是无人不知 毛主席自然也是知道这个外号的 在任命会议上 毛主席笑着说道 红四方面均有个陈希莲外号叫小钢炮 搞炮兵当然是内行 面对毛主席亲自点将陈希莲谦虚的说 自己没有统帅过一个兵种 而且也不会搞炮兵 处长却说你不会我会嘛 你不会可以学 陈希莲推辞了一次就答应了 他就算是不会也得去 他可以说我不会 但是他绝对不会说我不去 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陈希莲也不负众人所望 他这个小钢炮 还真的把炮兵搞得红红火火 他主持制定炮兵发展计划 研发进口炮兵装备 顺利地完成了主席交代的任务 为我国建立了一支装备先进 编制合理的炮兵部队 在抗美援朝金门战役中 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身先士族指挥得当 为我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5年陈希莲备受与上将军衔 后来他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北京军区司令员 到了1959年 陈希莲他还是奋斗在革命工作的第一线 每天四处巡视尽全力保障国家安全 在1976年周总理逝世之后 毛主席跟朱德元帅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身体也都一天不如一天 在接过军权以后 陈希莲兢兢业业 细致地处理好多方矛盾 主席逝世以后仍然维持军队上下的稳定 等到1980年 陈希莲看到军队和中央都走向正轨 就申请辞去了军委大权 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自己也该功成身退了 1981年 邓小平同志被推举为军委主席 中国也终于挺过了难关 向着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前进 邓小平同志还说陈希莲没有野心 他不会造反的他 不是造反的人 1999年6月20日 陈希莲在北京去世 老一辈革命家一生奉献 甘愿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实在不能不让人动容 领袖们伟大的革命友谊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或者是和平时期 都体现了他们高尚的品格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欢迎新老朋友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